冠军表现时刻由南世系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这样一个三角配置而撤掉了后方线上的三斯玻璃 像上一轮客场打了我们的时候 是木坎桥没上 中会上上了外援三斯玻璃 显然这是要强调进攻的 我们来看看比赛当中 苏尼古在进攻上是不是有相当的决心 而且确实有突出的表现 在最后加时还能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奔袭 汪松那角任意球 危险 这个球是比较意外的 徐星一路带球以后 好像也没有自己脚下特别干净的这种向前 看一下这个进球 就最后这一脚 按说应该推一个贴地球 结果他给撩起来了 反而所有人这一愣 高拉他这临门一脚还是非常冷静 对 看看苏尼古落后之下 这个本场比赛要打进攻的这个决心 包括在场上的战术执行 因为在保机的对手辽宁和天津都输球的情况下 仍然领先这两个队至少五分六分 所以今天呢 压力不是特别大 这个给队员的心理暗示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队员不敢插上 我怕插上之后万一丢了怎么办 是 看马丁内斯的 打了一线 角度太小了 改一个落点 后 靠后一举 是吧 确实是改了 哦 漂亮 杨伯瑜 杨伯瑜 绝对的身高 对于高顾的 他的这种掌控 还是有所缺乏的 这场比赛是张立宫的和平少顶打 包括金银拳上来 他的身高也一般 而且他好像 他定位球的防守 跟教练的安排 你到底是定人还是区域 不看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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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比一下 比较好凶 五好球 投球 哎呀 不看球 这个投球点在 点球点那 也就是离球门11米左右 对 他只有一种情况下 五好球 漂亮 哎呀 杨伯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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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分 喂过来 真是 他自己很遗憾 这个球喂的很舒服 多了这么长时间 是 这个球给的非常贼 哦 这这也就是木里奇 现在不是当年了 对 这个半转身 显得有点笨重了 好的 拉美斯 跌倒之前 把球传给了 布坎桥 往下再推身后 吴岳伯瑜 吴岳伯 杨伯瑜 已经回来了 自己自己想直接右脚内侧 他是想直接都远 都远 都远 讲 郑龙到了左路 呜 外团 二点进攻 哎呦 这个球就是周云没顶到这个球 但是把高拉特也晃了一下 对 远远斯的一脚一脚下这个能力啊身体对他们非常红 先拿住 顾住 强行转身打人 这个球啊 往里转好一点 对吧 他撞回来这下传得不好 坐墙这下做的分量大了 啊 这个这个抛物线 哦 哎呦 这个能力挤住后卫胸部把球停下来调整一下 在白腿打门 已经是超强个人能力 对 这个船中这个抛物线 我正想说这个抛物线很不利于攻防队员去处理 由于前面的这个赛程调整啊 哦 很危险很危险 哎呦 哦 很危险 阿兰进球了 马上寻求到这样一个空当 正志这小球传的应该说还是非常好 正志这一下 不是正龙这一下没挺好啊 没想到这个球没有死 对 你看啊 阿兰斜次里插过来 这杨晓天没有经验 阿兰从他面前横跑过去的时候啊 拌一下犯规给个人一球就完了 对 那边拉每次啊 受伤倒地了一动 沐海桥就拿着过去 曹自己就把球抢下来 放松 或者讲透一下 在前面反桥 打门 沐海桥一个假传真摄 突然小脚做的打门 有点做把球拖出了衡量 都是有点勉强的 看看 坐 马丁内斯 就是长篡一手 赵子龙他也 哎呦 汪松 他也没放弃 马丁内斯一对四 是 你看 坐过来以后 就是一直在 马丁内斯一下 蹚到四个人的正面防守 加后背后一个侧荒 五个人放他一个人 结果这个球 见过来 就被汪松算到了 你看汪松他的跑位 你看这个时候 先往中路再跑 即使他 慢慢让出来 好 好 裁判吹响了 整场比赛结束的笑声 这样呢 在中超第二十文的比赛中 苏宁一共 从广州恒大打成2比2 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式洗发水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冠名播出